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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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女性 在50歲的時候覺醒說 我接下來的人生 我一定要好好的做自己 通常是太在意別人的看法 即使那個看法完全的沒道理 我居然還在意 所以要做自己 其實第一個就是說 你確定你相信的事情 你選擇的事情是對的 那別人他覺得不開心不愉快 你能夠用一種距離去看說 他的課題真大 那你能夠站在這個位置 那麼你就開始做自己 以前不能做自己是因為 他為什麼要對我不開心 我不是很好嗎 我做得都很有道理 他為什麼要對我不開心 所以一直在想他為什麼要對我怎樣 而我為什麼會得到這樣的事情 那你就不可能做自己 因為你所有的思考都是在 跟人的互動當中思考 例如說我前陣子才聽到一個例子 是有一對姐妹 然後那個妹妹每次出國遊山玩水 就要把狗弄到姐姐家 那姐姐好幾年都讓她脫狗 無限制的脫狗 有一天呢姐姐真的是年紀也大了 然後覺得受夠了 為什麼每個假期我妹妹都在度假 可是我卻在那邊洗狗 在那邊撿狗大便 所以她決定下一次要拒絕她妹妹 當她妹妹下一次又脫狗了的時候 她就跟她說 No 妹妹罵她說 你怎麼可以突然間改變 因為我行程都訂好 我都是訂那個不可退款的 因為你從來都是答應我可以脫狗 你讓我有這個錯誤的期待 所以我訂了不可退款 你現在突然才告訴我 這個宣告期不夠長 因此你造成我的損失 這隻狗還是你的 那姐姐沒有辦法 又把狗帶回去 然後心裡很不高興 她去問心理醫師 身為心理醫師 你聽到什麼 第一個就是她仍然覺得被妹妹的道理說服 她覺得她的宣告期不夠長 可是如果你沒有接受妹妹的這個概念 你覺得說 我不認為這件事情要有宣告期 因為你本來就 你的預設就是錯的 我已經是每次都讓你了 我就從今天就可以開始拒絕你的狗 你有了錯誤的預設 你去負擔你的損失 但是Sorry 這不是我的問題 我沒有錯 當她開始這樣思考的時候 她就在做自己了 所以這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讓我們看到說 你要做自己 你不能夠去輕易的被別人的道理混淆 當你自己的觀念和判斷 一直都非常清楚的時候 別人會看到你的界限在哪裡 因此別人也知道她怎麼behave 別人也不會隨便來亂踩 做自己並不是說 你一定要去冒犯到別人 我認為做自己的意思就是 不輕易讓別人來侵犯我們 或是冒犯我們 我有我自己很清楚的界限 我很舒服我的界限 我也表達得很清楚 所以做自己是 不讓別人輕易地冒犯你 中間人或牢獻 有些人 做自己的木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